我一直努力戰勝股市 無論是作為一個法人機構操盤手或是分析師 我相信只要有信念就可以實現 2020年急劇意義 3月領先預告道雄指數有下跌5000疊的工錢 道雄指數直接跌破了2萬疊的整數關卡 成功保護了邏輯博弈教室的粉絲們 避開了道雄指數10天內四次熔斷跌停的風險 並且提前預告3月18日小道雄三屋日的超低轉折 2020年3月19日加權指數出現8523低點 RSI創下歷史性低時公開呼籲是時候進場了 3月20日抓住聯發科301元的超低轉折 再度大聲幾乎此時不進場更待何時 3月25日聯發科三天大漲52元 完美超低成功 大家都在場有目共睹 邏輯博弈教室的粉絲們也在場 對我的支持與鼓勵不與倫比的重要 激勵我繼續往前走的動力 這感覺非常美好 如今我肩上的責任更重了 抓趨勢 迎在拐點 抓趨勢 迎在拐點 歡迎收看邏輯博弈 我是李財作刊的副總副比林修峰 加權收在這個位置大概就跑不掉了 意思是說這個選舉呢 一定會有一個三分之二的人呢 要得憂鬱症 所以禮拜一呢 基本上這個也會是一個沒有量 那當然有可能疊得重一點 然後把量給逼出來 這樣子是比較好啦 因為長痛不如短痛 就要嘛就是乾脆一點 那剛好十字均線呢 扣頂值在最高點 所以它大概都算好了 這個一開連之後就開始做一個下跌 大跌之後呢 橫盤七個交易日 那再來應該是會贏這個 贏來一個下跌的創新率 創新第一之後 要不要做反抽 這才是重點 所以我們看歷史的一個情況 昨天在那個視頻裡面 有跟大家這個分享就是 我們過去的七次的這個總統選舉呢 基本上 都是在一個月之內 然後做一個逃命波 然後就是 先下去一下 然後會上去 就一個月之內 當然會走出一個上漲的波段 所以你不用擔心 這個禮拜一下跌 就批地刷 當然別人批地刷沒關係啦 那我們不要批地刷 就拉跌 然後呢把量逼出來 之後 就開始呢 走那個逃命的一個部分 因為 2000年 包括這個1990年 阿輝時代的時候 那90年 2000年 2004年 2008年 後來的 半年之內都創新低 沒有例外 那當然 你說 2012年 跟這個 2016年 然後 還有一個是 2020年 2020年 這個部分 那 最後的這一次有這個疫情嘛 所以它還是跌了一下 而且跌蠻重的 後來 後來它沒有創新低 是因為 一開始就跌太重了嘛 跌到8500點嘛 然後這個 2016年的時候呢 那時候已經是 15年先跌了 所以它在一個相對低點 所以它是漲的 那12年也是因為有歐債危機嘛 所以它也是在一個相對低點 所以它也是一個漲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90年 2000年 04年 08年 還有 20年 就一期前的那一年 基本上都是在選舉之前 把指數推到相對的高 所以它後來呢 必然會迎來 幾家歡樂幾家籌碼 所以一定會有一半的人 甚至三分之二的人 這一次應該是三分之二的人 那就 不開心 所以它會有一陣子得憂鬱症 所以在這個不會有量 不會有量 那你要怎麼上去 不可能上去 所以要先打下來 打下來之後呢 然後做逃命 逃命之後呢 再說 那逃什麼 昨天的時候我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描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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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漲很多 描打 就是加價 加量 就是把效能提高 然後把這個價格往下調 所以對中國的市場應該會有吸引力 所以它這個地方 市場就給它一個肯定 那就是在這個禮拜 CES展的過程裡面它都是漲的 那麼我們的重點是在哪裡呢 在於說從第二季 你可以看到第二季的財報是8月24號 8月24號的時候這個地方 我們的這個電腦股 譬如講說這個2382廣達 那麼它就在這個8月的時候 8月24這個地方對不對 就開始做一個整理 那整理到現在廣達有沒有創新高 沒有 但是輝達有沒有創新高 有對不對 所以它相對的落後 我們這個輝達的概念股的部分 所以它是基於這個 這個期間 就是CES展 那輝達已經走出去了 那麼我想 疫情之後 不是疫情啊 就選完之後 選完之後 這個就變成是 輝達概念股 比較有機會做反彈 所以它今天的這個廣達 或者是說這個偽創 那基本上都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比較傾向於就是 買的話 或是多啦 看多的 應該就是在這個AI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三分之二要 得憂鬱症的人怎麼辦呢 那當然就是不搞啊對不對 我們剛才已經有 你剛才在螢幕上有看到 這個特斯拉的這個走勢喔 特斯拉走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的這個波浪的部分 波浪部分你可以看到 前面這是攻擊波嘛 之後呢這裡做一個大跌嘛 這是在那個疫情 就是上海封城跟二物戰爭的 這個部分 大家都跌啦 反正它就是五浪 五浪的下跌嘛 所以它這也是一個A嘛 那這很明顯也是一個三浪 所以這個是B應該沒有什麼 我們的那個B浪的高點 還不知道在哪裡喔 這個有點麻煩 可是特斯拉的這個就很明確喔 它這個B浪的高點三浪嘛 然後這裡呢 剛好它的這個高點 都在同一個星期 大概300塊美金的這個部分 那這裡呢 這裡有兩個低點 換句話說它欠一個低點 甚至這個地方可能還有延伸 還有這個兩個低點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比較要留意的風險 特斯拉的這個概念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喔 來看一下喔 這個是今天做的這個 簡報的部分喔 特斯拉的一個困境 什麼困境喔 第一個喔 這個CES傘的這個過程裡面 看到的一個重點是 電動車今年趨勢向下 韓國的電動車的製造商 那他們的首席商務官 財務官的一個部分喔 就說 今年的電動車的銷售量 將會放緩 去年10月的時候 福特就已經暫停了 500億美元的一個擴產的一個計畫 然後也推遲了這個 肯特基州的這一個 第二個電子廠的一個計畫 換句話說 他不開那個電子廠 當然就是因為 電動車賣的不夠好嘛 事實上電動車在美國喔 不是那麼受歡迎 這真的是這樣子喔 那全世界大概就只有 中國喔 這個是電動車的一個 大的一個市場 但是其他市場喔 都沒有跟上 那麼去年10月的時候啊 這個電動通用 本田 特斯拉 都下調了電動車的一個銷售目標 10月喔 就這個第四季的一個部分 那麼 其中一個情況就是說 他們的那個經銷商 3000多個經銷商 在去年11月的時候 就已經呢跟這個拜登喔 上了一個公開的這個呼籲信 這呼籲信的一個過程裡面就是說 拜登要打通膨 然後呢 推了一個啊 這個補貼電動車的一個條款 那所以呢 大家就一窩蜂的喔 就進這個 經銷商就進了很多的這個 電動車 可是市場的需求跟不上來 為什麼 因為電動裝 跟不上來 所以你充電不方便嘛 那你當然就是 不可能說就很快啦對不對 那結果呢 結果的數據就是喔 去年的美國第二季 這個電動車的成長呢 銷售的成長喔 是15% 到了第三季的時候呢 就剩下5% 到了第四季的時候呢 剩下1.3% 所以他就是怎麼樣 不買單 美國的消費者就不買單 然後呢 經銷商呢 就一堆庫存 就變這樣子 那 問題還在一個喔 就是最近不是那個 曼德海峽 夜門 跟這個 反正就打起來 美國跟那個英國的那個 昨天呢跟他們喔 對幹起來 那 英國喔 發了13枚的那個 導彈喔 這個 這個很貴喔 五千多萬美金喔 然後去打一個喔 五十幾萬的 五十幾萬美金的這個 無人機喔 同罰不來 那反打都打了喔 重點就是喔 今天的馬斯基又講喔 就是 紅海的這一道 這個航道 大概好幾個月喔 都沒有辦法恢復正常 那一定會有人受害啊 歐洲那邊就傳出來了 這個特斯拉的德國廠 停產兩週 沒有零件啊 沒有零件啊 你怎麼生產 對不對 就因為它繞到好望角 然後再走直布羅陀 然後再進那個地中海 就反正就是很拖延啊 拖延時間 所以 特斯拉的這個 德國的柏林廠 停產 然後呢 去年的12月的時候 這個美國的內華達州呢 它的這個電池廠的這個部分喔 因為去年的11月的時候 記不記得 美國的汽車工人 跟那個三大汽車廠 發動那個罷工 然後後來呢 工會贏了 工人呢 那個薪水調漲 那 現在特斯拉呢 也要跟著那個趨勢喔 跟著調漲 所以 它又停產 然後薪資又漲價 那今年呢 今年還會跟這個 做材料的啊 然後生產助理啊 品質檢驗的這些人 還有漲價 而且它承諾說 就是 如果市場的這個行情啊 就是 汽車工人的行情 又漲價的話 他們也會跟著漲 所以它成本 增加了嘛 對不對 然後又停工了嘛 就是這樣子 那 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那個 美國的最大的租賃廠啊 汽車租賃公司 赫茲喔 你如果 有去 出國的話 基本上你在機場的時候 就可以在他們那個 機場那邊租車嘛 租車這個 要嘛是Avis啊 要嘛就是這個 赫茲啦 就這兩個 這兩個那個 然後 它是特斯拉最大的 客戶 然後 現在這個 最大的客戶呢 怎麼樣呢 他說 要計畫 在美國 把三分之一的電動車 把它淘汰掉 賣掉 然後換 這個 燃油車 那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它那個 最新的財報裡面 兩個月前 最新的財報 它顯示一點就是呢 它那個 租賃公司 有很多的 不同品牌的那個 這個車子嘛對不對 基本上 大部分的 車子呢 的獲利 淨率 就租出去的那個利潤呢 是提高的 只有電動車 是下降的 他說 因為他們有很高的 一個維修成本 所以這下子就 就那個 然後偏偏呢 去年的時候 還記不記得 特斯拉在一開年的時候 就五次的降價 那 五次的降價 那變成說 這個租賃公司 他的財報的部分 特斯拉的那個 帳面上的價值呢 就被調 往下調了嘛 對不對 然後他 修理的維修費 又比較高 所以他的整個的一個 這個價值呢 就 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呢 就變成 那現在又漲價 工資又漲價 這些的 那對特斯拉來講 就是很大的一個壓力嘛 對不對 照理講 這樣的一個困境 你要去突破它 要嘛就是賣多一點 要嘛就是漲價嘛 就這兩個嘛 對不對 要嘛這個 薄利多銷 要嘛就是呢 把這個價格提高 對不對 額外的這個價值嘛 那特斯拉選擇什麼 選擇我們一般人 最常做的這個降價 2024年的第一槍 在中國市場 又降價了 那這下子又 又 又頭痛了 所以 總之他的這個 Model 3 Model 3的長續航版 Model Y Model Y的長續航版 然後高性能版 五款 通通往下降 沒有 最後一款沒有 沒有調降 就四款調降 四款調降 但問題是 它消效啊對不對 他開第一槍就沒事了嗎 不一定喔 因為 他的同業像BRD啊 那一些的這個汽車商 他們也會降價 事實上也降了 理想汽車啊 那個什麼都降了 那大家就 來拚啊 為什麼去年要降五次 因為 你在中國打價格戰 剛好中了他們的這個 他們最拿手的那一套嘛 所以現在就是 估計今年 還要再降一波 降一波 不是降一次喔 這個是重點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汽車的這個 零組件的概念股喔 就感覺上面喔 比較弱 我的感覺啦 有那種呢 功與欲來的那種感覺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汽車的這個概念股喔 先來看這個 前一陣子喔 突然之間 因為最近我不是說嘛 選錢有很多股票喔 都突然的大量 那我說 突然有人送錢給你 大量上漲啊 大量上漲 突然有人送錢給你 未必是好事喔 對不對 黃鼠狼給雞半年這樣子 那 有沒有 大量 那時候台半 然後 反正好幾隻那個 汽車的這個 汽車電子股啦 就就漲了一下 漲一下之後就 掉下來了啦 沒有量 沒有量 然後你現在再看 回頭看這個 台半的一個部分喔 就覺得好像 對不對 一浪比一浪低嘛 是不是 那好像要測這個 前波的這個低點 那這是一個 然後再來這個 銅城 銅城這個雖然沒有大量 但是它 這個均線也弱弱的 然後這裡有 這個強茂 強茂這裡就大量了 對不對 大量拉上去 然後跌破了喔 對不對 最近很多喔 這個選錢喔 一堆的股票 然後這個拉出去喔 然後那個 然後這裡是 前一陣子 那一波在漲的時候 這個梗頂 哇 急衝 大量 怎麼樣 也消轟了 也消轟了 所以這個 這一次的這個 電動車的這個部分喔 Tesla又開始降價喔 我覺得可能 會有一些些的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但P&M這些概念股呢 你看喔 就是說汽車的 不一定是Tesla概念股 就汽車的這個部分 然後你看到 然後他們就大量 然後盤啊 或者是說 好像就在一個 壓縮的這個邊緣 好像快要做攤牌 對不對 可是這個攤牌 會往哪個方向去 從產業的角度來看 應該是 風險啊 應該是風險 所以這個要留意到 像這個銅子有沒有 這出貨大量 然後跌破了喔 均線之下 那這裡 算一個大區間喔 那這個不知道會不會 像那個核大喔 哇那越盤越低這樣子 那像這個車王電 車王電已經在均線之下啊 那先前也是有一些些量嘛 這個大量的一個出去的部分 那像這個東洋 剛好就在這個頸線 這個頸線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都是很關鍵 所以如果你仔細看 像這個這個核大 核大就哇 這就一路的一個盤低 一路盤低 而且在這個低量 低位的部分喔 又爆大量 又繼續下去 這籌碼都沒有乾淨 所以我想喔 第一個喔 就是喔 在這一次的CES展裡面喔 我們看到兩個趨勢 一個就是AI 就是大家都很看好 所以今年的AI PC AI手機是一個重點 但是反過來 電動車網連的 支撐科技股的這個 成長的動力的電動車 似乎喔 這個這個價格戰喔 正正正要開始 這個是要 在一開始的時候 跟大家做一個 一開年啦 一開年的時候 要注意到的風險的部分 好 那最後就是這個 選舉的結果啦 剛才講說 可能會有三分之一的人 會不準嘛 對不對 那三分之二的人不準 那另外的三分之一呢 如果要Happy的話 我會覺得說這個軍工 不知道這樣講 會不會被打喔 我覺得可能是在軍工 不一定是在生技喔 因為生技的部分喔 就有點有點怎麼樣 在前一陣子不是說那個 中國的那個 那個 煉 那個什麼 什麼煤菌 就會傳染過來嘛 對不對 那長一波 那我覺得就差不多是這樣子啦 那 軍工可能比較有那個 比較有機會的一個部分 我們到時候再跟大家做一個追蹤 那今天分享呢 就先到這邊 那記得明天喔 大家都要去投票 我們下禮拜江湖再見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原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 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欸同學同學 你現在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喔 訂閱理財週刊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欸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按讚訂閱留言 跟我一起輕鬆理財